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我们来看由阿儒所写的《三杀三世枕上书,方外凡间卷》 十三 好可爱的狐狸崽子,是叶将军累来的吗? 虽然王军一世的书房在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但这其中显然没有包括小九 守在宫殿外的侍从见着未来王后自发让出通行的道路 小姐一路畅通无阻来到书房,若眼瞧见的便是笼子的一窝小狐狸崽子 清廷,你先下去吧 宋玄人担心耿直如叶清廷,会像道斗筒子一般如树杠之小九 便提前解住话头秉退了她 是,末将告退 叶清廷虽是一介五夫,但也是个有脑子的 他看出王军显然不想在王后面前继续方才的话题 便干脆利落的双手抱群,千功退下 这巧今日不是他当职,早些回去 他倒要看看最近比他还忙得仔细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那女人对他是越来越目中无人了 叶清廷边往后退,边想着自己是不是要开始重振夫刚 给他那不着调的夫人好历一历规矩 王军,能不能不要杀了那些狐狸崽子 小九不想要狐皮球衣,放他们一条生路好不好 说话间,小九小心翼翼地打开笼子 将最活泼正伸着小爪子扒了他的红裤放在怀里 嗓了嗓那个毛茸茸的下巴,哦,手感果真是极好 离开五两山,他都忘了自己有多久没了狐狸了 小九的动作落在宋玄人的眼底引起深思 他仔细打量着小九的动作,像是要瞧出什么端倪 他试探着开口,那小九觉得,我应该如何做 放他们回家,可以吗 忍着声音,小九望向宋玄人的眼神里,是可怜巴巴的祈求 王军,你看他们多可爱啊,一想到他们会被杀掉剥皮,我就好难受 张可怜是小九最近才摸索出来的新套路 虽然王军已经待他十分好了 但只要他做出可怜症,王军的有求必应,来得更是干脆 既然小九喜欢,留在宫中养起来,不是更好吗 宫中虽然锦衣玉食,比野外要好 但是对于狐狸来说,却不是最重要的了 同怀中的小红虎玩战,那个小家伙是个自来熟的 不过被小九落了几下 舒爽的他,已经开始用小嘴轻轻咬着小九的手指 湿漉漉的大眼睛眨巴着,鼻涕有多萌了 锦衣玉食不重要,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原来如此,宋玄人眸光静暗 不论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他赐给小九再多的奇珍异宝,金银玉气 这人儿从未露出过欢欣喜悦的模样 他百般的讨好,却总之有一种富之东流的感觉 自由,小九拍了拍将他手指咬痛的小红虎 示意他松开口 对于狐狸来说,王公再好,终究是牢笼 只有回到他们自己的天地 同族类待在一起,才是最自由自在的 目光落在一旁笼中,咽咽的小崽子们身上 小九又道 这些小崽子都才出生不久 他们的父母眼下定日记坏了 小九很了解狐狸 宋玄人的眼底是越发的笃定 但是小九的话却让他心头压了块石头 方才小九说出的自由 以及他眼底毫不掩饰的对自由的向往 让他心惊 他该如何留住它 他又何时会想要离开自己 这让宋玄人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当然 小九哪听出来宋玄人话中的深意 他因为喜欢狐狸 在无量山齐占玉兽又是遍地 所以他小时候常常会溜到后山的狐狸洞 去和狐狸崽子一当玩耍 可以说对于狐狸的习性 除了狐狸自己 他一定是最为了解的人了 看着宋玄人面沉如水 后置后节的小九突然发觉 面前的奶院似乎是在生气 他低头看了看 无辜吵着自己的小崽子 而后鼓足勇气再次试探道 小九想将狐狸崽子放归野外 王军可是生气了 回过神的宋玄人 看着底下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女子 与光乐在他怀中 同他表情如出一折的狐狸崽子的身上 无奈地浮上太阳穴 这才无奈到 怎么会 就按照你说的去做 谢谢王军 小九喜不自胜 他抬手点了点怀中的小家伙 语气里带着对宋玄人的讨好 你呀 遇上咱们生命大义的王军 真是个好命的小狐狸 还不快快叩气还恩 小狐狸十分有灵性 他从小九的怀里跳了下去 也不认生 绕着宋玄人的脚边打转 毛茸茸的尾巴绕过宋玄人的小腿 而混往地下一刀 转着脑袋扭动着小身子撒娇 那模样可爱得紧 宋玄人叹了口气 不知怎么当 闭上撒娇打滚的小家伙的身影 居然同小九接近重叠 他一边按催自己失了痣 另一边又没忍住 伸手将小东西抱起来 嗯 确实可爱 同他的小九一样 剑王军像抱着小王王一般 抱着小红胡 小九心头一动 小跑着上台阶 攀着宋玄人的手臂 依偎在他的身边 他想着 若是他们有了孩儿 宋玄人是不是也会如此温柔 他相信 宋玄人一定会是一位好父亲 处理完政务 宋玄人带着小九出宫 去了承安寺 作为成渔国的皇家寺院 承安寺向来不对外开放 本应年纪才会出现的宋玄人 今夜里冷不丁地出现 让老方丈以为 山下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放下手中的沐鱼 连袈裟也来不及劈 便迎了出去 来人 先带王后去后院训训 宋玄人对着 侍奉在一旁的僧礼吩咐后 转身对小九交代着 我同方丈有些事要相伤 先去休息会儿 不要乱跑 等我一道用完善 嗯 小九点了点头 这意料之外的行程 他也不知晓 宋玄人是何打算 只得乖巧硬道 好 承安寺近在岭中深处 若不是宋玄人带着 小九不知道 竟然还有这样一处递解 小九闭着眼睛 感受着钟灵玉秀带来的灵气 只觉得自己的灵台 也是一片清明 是个清晰的好地界 放眼望去 小九的目光落在 不远处的扫地僧身上 只见那人眉眼低廉 虽是与世无争的淡薄模样 但是步伐行走间的气旋 却是透着内力深厚的模样 这承安寺是个雾虎藏龙的地界 收回目光 小九转悠到后院的一处露天温泉 他指着此时冒着烟气 白雾蒙蒙的池子 好奇道 我可以探一探这泉水吗 回往后的话 可以 僧人上前两步 咬了一瓢温热的泉水 滴到小九面前 此乃天然形成的药泉 这是于常人而言 有强身健体的疗效 与练功之人 更有增进修为 事半功倍的作用 如此神奇 将手放进水中 温热却不烫人的触感 伴着特有的硫磺酸气 让小九皱着鼻子嗅了几口 看来晚点 他可以央着王军 让他来泡一泡 王军在每年年纪的时候 都会来死皱上七日 除了同方丈 奖金论道 方丈更是会命人取着泉水 再加上特制的药包 为王军调理身子 晚些时候 往后也可以整整脉 由方丈给拈开个方子 小九笑了笑 这成余国到底还有多少 他不知晓的好东西 他可真是十分期待了 宋学人同方丈 硬实归来后 走进厢房 看见小九 趴在金书上睡了过去 对着身旁的随士 做了晋升的动作 宋学人脱下自己的披风 给小九盖上 而后蹲下身 从怀中取下方才 从方丈那里取得的铃铛 给小九绑在脚腕上 这是什么 小九睡得浅 宋学人一动 他便醒了 目光落在自己的脚腕处 他微微一动 铃铛发出好听的声音 醒了 抬手刮了刮小九 被压红的小鼻子 宋学人与其爱怜 心头一动 便将人抱坐在怀里 这是我同方丈全来的护身铃 可以护你一声周全 宋学人的目光落在铃铛上 耳边又响起方丈方才的话语 人妖殊途 但王军若是想要强留这段缘分 这副妖灵可拿去一用 戴上后 并是天涯海角 也逃不出王军的掌控 小九是宋学人牵挂了两世的执念 即便不耻自己这般下作的行为 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说紧手臂 宋学人拥着怀中的温软郁香 神仙也好 金冠也罢 这天上地下 他想要的从来都只有他一个 王军总是带小九如此妥贴 伸手还住宋学人的相警 睡得迷迷糊糊的小九 少了网人里的羞涩和放不开 凭着想要靠近的本能 将自己贴了过去 向来被动的小九忽然主动起来 宋学人哪里还能招架得住 他只觉得自己的脑袋轰得一声 金军只是震了一瞬 便很快夺回主动权 加深了这个缠绵匪测的亲吻 唇齿相依 耳边丝膜 发拆随着两人的纠缠 从发间滑落 敞开的衣袍同散落的发剂 交缠在一起 宋学人谋色渐深 指尖滑入小九 放在枕边的指缝中 食指紧扣 小九 放开被吻得喘不过气 脸色憋得通红的人儿 宋学人的大手从一斤滑落进去 带着保茧的指尖 在腰间较远的肌肤上摸索 引起小九真正站立 嵌怒的声音还带着几分情动的甜乳 响 宋学人扮撑着身子 看着身下的人儿娇气得可爱 他情难自禁地未探出声 大掌腹上的若隐若现 藏在薄膳后的胶软 两人之间气氛正憨 从未有过这般体验的小九 只能仰着头 无助地喷在宋学人的颈项 被动承受着男愿在身上的波动 两人呼吸急促 是让人脸红心跳的升温 之前的同他二年 因为小九的坚定态度 让宋学人不敢语举太多 常常都只是点到为止 而这一次 因着小九的默许和主动 他奉纵着宋学人 对自己的一步步试探 闭着眼睛 小九决定将一切交给这个 深爱着他 他有深爱着的男人 就在小九以为 宋学人会彻彻底底占有他时 只见身上的男人 忽而将脑袋埋进他的肩窝 好一会儿才将急促的呼吸平复下来 而后在小九的耳边 咬牙切齿道 小九 本王要你记住 你欠我的洞房 在新婚之夜 我定要加倍讨要回来 面色涂红 小九睁开透着水雾的双眸 隐隐水光 在热火的印象下 分外诱人 他含羞待怯地看着此时 正在为自己 倚倩倩穿着小衣的男人 亲密着唇 想到风采男人霸道的话语 滴滴应了声 皇军 别说话 好不容易按捺下去的情绪 可经不得半点撩拨 宋玄仁抬手指住小九的话头 本王说过 你会是本王唯一的妻子 是这成于国 独一无二的王后 本王自会疼你爱你 敬重你 小九 你值得本王最好的对待和珍惜 面前是自己爱了两世的人儿 那想要战友和略得的欲望叫嚣着 将将就要清晰而出 但是宋玄仁忍住了 因为确定了小九对自己的心意 因为珍惜这重来一时的失而复得 所以宋玄仁只想要给他最好的 万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私心 给他们本该完美的婚礼 留有遗憾 王军 是是是是 小九都是王军一个人的 双手还在宋玄仁的妖际 小九将脸埋在宋玄仁的怀里 虽然他还没有知会师父 虽然他此情是为了报恩 可是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眼下他只想回应着这个男人的深情 他想陪着他 长长久久 他们再也不分离 唉 仍沉没几 家人在怀 井也终究是要挫富了 宋玄仁颇有几分惋惜地叹了口气 抬手揉了揉小九散落的黑发 眼下怕是睡不着 我带你去后山的温泉泡泡 说吧便将小九的双腿缓在自己腰际 宫玄仁的翠生随着俩人的动作轻声作响 他将人严严实实裹好后 踏上门口无人的小径 黑夜如愁 月老星息 小九趴在石台边上 他撑着下巴 看着将它放进水里后 走去榕树后面 一脚闪失 不过片刻的功夫 手里捧着些野果子向他走来 很甜 你尝尝 将手中的野果捧到小九面前 宋玄仁眼带丑腻 看着小九捏了一颗圆滚的果子放进嘴里 嗯 小三甜甜的 我今天你也吃 小九拿了一颗放进宋玄仁的嘴里 来 接着 宋玄仁将野果子放在小九的手中 而后自己脱了外山长袍 将小九拥在怀里 两人一边分享着野果 一边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 宋玄仁低头在小九光洁白润的肩头 轻轻落下一吻 似乎是陷入了回忆中 我继位前 常常一人来着陈安寺凶修 我猛一待 就是大半年 那个时候我不明白 总觉得父皇好狠的心 将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无依无靠 但其实后来才明白 父皇这是为了保护我 小九仰头 在宋玄仁的下巴上 安抚心地轻拙了两口 此时此刻 无声甚有声 父皇母后抗力情深 那个时候我不懂那样的感情 但是小九 在遇见你之后 我终于明白了 收紧手臂 抱着怀中的人儿 小九 待我们大婚后 若是你不想生孩儿 我便从宗族中过季 我不会强迫你 更不会为难你 你只要同我说你要什么 我都会为你达成 其实宋玄仁心头 有着自己的打算 因为认定小九可能是狐妖 他为此特地去询问过高人 若两人结合 很大概率会生下 非人非妖的胎儿 所以为了保护小九 不被人识破 宋玄仁觉得 还是不要孩子的好 小九哪里知晓 宋玄仁心头的白转千回 他感动于王军 带自己的体贴和心疼 将小脸贴在宋玄仁的心口 霍军 我想给你生孩子 就在宋玄仁同小九 你浓我浓 在城安寺情意见浓之际 将军府的紫西 在浏览完宴会 编客的回帖后 啪的一声 将一份回帖扔在了地上 那气呼呼的样子 将坐在一旁正看着树的叶轻蹄 惊得一跳 温妖将自己脚边的回帖捡起 是国相家的 叶轻蹄站起身 将帖子放在桌上 好笑道 怎么了这是 叶轻蹄没想到 之前让他避之不及的妻子 相处起来却是分外的说服有趣 这几日他仔细观察了 这人儿虽然举手投足之间 是十足的公主做派 做了他将军府的夫人后 行为举止之间 也当得上敦装大气 但是时不时到 他却有些与自己身份 不相符合的小表情和动作 这期间的反差 不仅不为何 还十分有趣 邓勒站在自己面前 笑咪咪的男人 仔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将回帖展开 啪的一声 拍在一蜻蹄面前 道 还不是你做的好事 这国相府的大小姐 一直倾心于你 从我嫁与你开始 便常常同我不对付 这不 马上要帮小酒办夜会了 这大小姐二小姐 便捅我拿起了 瞧 气死我了 仔细最烦女人之间 勾心斗角的缠斗 在一连在国相家的 大小姐那处 碰了几次软钉后 她便下了些本钱去打探 这才探出些往事旧闻 更麻烦的是 那国相家的二小姐 对王军甚是倾心 本以为王后之位是囊中物 谁晓得横空杀出个 安国公郡主 又怎能服气 仔细一想到 自己拍着胸铺和小酒 信誓淡淡的承诺 并一阵头疼 她可太难了 叶清廷摸了摸鼻子 这欲加之罪 让她拙食了几分莫名 只不过这国相家的 大小姐是谁啊 仔细 你如此说来 便有些不讲道理了 这国相家的大小姐 我可是连她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晓 叶清廷摊开手 是一脸的无辜 仔细双手还凶 简直要被眼前男人 给气笑了 这谎撒起来 脸不红心不跳的 她真该为她的演技鼓掌 于是烦葬如她 终于没忍住 催了一句 呸 打猪蹄子 打 什么玩意儿 头一次听到 如此说法的叶清廷也不生气 她跟在紫西的身后追问着 打猪蹄是什么意思 是骂她还是夸她来着 猪蹄 还是挺好吃的 所以应该是夸奖 将军府设宴 虽然表面上是紫西在张罗 但是这在王城中的高门贵府 都心照不鲜的知晓 这是在为前些日子 横空出世单国宫郡主 未来的成余国王后白小九准备的 所以即便是不情不愿 国相府的两位千金 还是被柳相大骂了一顿后 盛装打扮送来将军府 在路上更是被母亲耳提命面 要收敛小心子 尤其要同将军夫人 还有未来王后搞好关系 柳月言和柳月一对视一眼 只得点头印好 柳家姐妹到的时候 仔细正同小九在屋内梳妆打扮着 第一次出席如此正式的场合 小九虽然心下忐忑 但是面上还是洋装镇定 她想到分别时 王军给自己的鼓劲打气 并深呼吸一口气 选择投差的仔细 听到小九的深呼吸声 笑着看过去 小九你莫要紧张 作为未来的皇后 外面那些人巴挤你还来不及 到时候啊 你遇到和演员的就多说几句 不喜欢的不搭理便好了 千万别有所顾忌 仔细可是身批艰巨任务 宋旋人特意嘱咐她 这场宴会只是让小九熟悉起来 若是有什么人对小九不恭敬 她尽管做主将他们赶出去 总之小九不能说半点委屈 我知道 小九点了点头 有人撑腰是一回事 但是作为王后 小九更希望自己可以让别人心服口服 她想成为那个可以与宋旋人并肩而立的人 而不是处处需要她分心照顾 什么都做不好的脱油瓶 这凤差衬你 不得不说 虽然王军有时候嘴巴坏了些 但是眼光还是不错的 仔细将被小九放在首饰盒深处的锦盒扒拉出来 打开拿出缝拆 在她的云边两边比划着 顺手递给了梳头的丫头 示意给小九带上 别 这太高调了 我同王军还未心大理 这原理不合 小九抬手就要拒绝 你平日理就是太素养了 这个场合听我的准没错 拍了拍胸脯 仔细保证到 她一向以为自己同这个时代的女子相比 已经足够的朴素 却没想到遇到个比她还要夸张的 起初她一度怀疑 小九是不是同自己一个地方来的 但试探几次无果后 她琢磨着 或许这世间 真的有像小九对般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吧 会不会太夸张 小九平日理的打扮一向肃静 眼下发间沉甸甸甸的 她看着镜子李盛装打扮 是眼波流震之间 顾盼生辉的人儿 她快要不认识自己 好看啊 这成为国未来的王后 就是该如此嫉妒不凡 雍容华贵 站在小九的身后 仔细欣赏着镜子里的人儿 原地也满是惊艳 她都可以想到 待会儿小九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会引起怎样的惊叹 换好宫装 仔细和小九一到往后院去 因为是第一次正式在人前露面 安国公府郡主的身份也好 成与国未来的王后也罢 无论哪一层身份 都留给了旁人无尽的瑕疵和猜想 所以当小九出现的时候 三三两两聚在一处 本在聊这天的名门贵女们 以下子安静下来 此起彼伏的抽气声 自人群中蔓延开来 怎么没有人和她们讲过 这白小九竟生得如此欢容欲貌 就连王城中 一向才冒双群 永居头仇的柳家姐妹 也瞪一了眼睛站在原地 看着不远处 那个眉眼如画 举手头头之间 处处刚跪的人儿 站在原地的她们 更生一股自残行贿之感 也难怪王君力排众议 非这人儿不娶 将众人的惊叹看在眼底 此心莫名声出一种 骄傲自豪的自得感 她清了清嗓子 仔细辨别 语气里还多了几分 予有容焉的居要 剧主与我都是爱花之人 今来正巧是芙蓉花盛开的季节 这不 我们便想到一处 办了个赏花盛典 邀请大家一同来大饱眼福 也是叶夫人康恺 借了我这么一个大园子 来安放这些花花草草 笑着看了仔细一眼 小九点了点头 将气度这块 拿捏得十分恰当 待会赏花时 诸位夫人小姐 若是看到喜欢的 直接通话试说 会有专人将花剪下来 裹上泥土 放在花坛里 供诸位带回去观赏 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 多谢郡主 众位女卷公生谢礼 其实在进园子时 他们就发现了 这满颜盛开的芙蓉花 被养得极好 没想到是出自白小九之手 除了赏花 仔细还邀请了赵子墨的戏班 看着台上新鲜有趣的剧情 小九凑到仔细耳边 低声同他咬着耳朵 这就是你欣喜的花本子吗 仔细点了点头 这些日子 赵子墨许时看到了他的价值 开启了整日盯人催稿的模式 当然抱着也颇风 看着小金库日渐风盈 他已是动力十足 临天家夜忙得正欢 小九竖起大拇指 这台上的剧情引人入胜 同他往日里看的 着实有很大的不同 在茶席的间隙 坐久了的两人 相斜着找了滴爱的一处松松筋骨 那枝凡夜帽的地劫 是仔细在这府中最爱的乘凉处 阴币又凉爽 他常常让人给他准备说出小凳 一坐便是一下午 姐姐 那郡主是个好相遇的性子吗 你说我待会儿 要不要和他试试好 这样他说不定 在王军选妃的时候 还能为我说说话 刘夜依本想依仗着自己的花容夜貌 同白小九一针刚下 可是如今一见 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了 但好在王军后宫空止 做不成王后做贵妃也行 傻你 眼下这郡主还没有同王军成婚 你便惦记着王后入宫的事业 我觉得不妥 刘夜言叹了口气 没想到 暗国公府还有这样的人物 果然如爹爹所说 暗国公一向深藏不露 那王后之位 本该是妹妹你的 谁曾想 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王军也是 丝毫不顾念你们往日的情分 你们想当年 隔墙有耳 刘家姐妹的对话 完完整整被收入紫西和小九的耳内 两人玩味的眼神对上 那刘夜玉说道 自己同王军一道长大的青梅竹马 在提到两人在陈安寺的患难时 小九也拨闪了闪 原来 陈安寺不仅仅是他和王军共同的回忆吗 想到此 他低脸下眉眼 心头涌过一阵酸涩 虽然王军口口声声承诺 只会有他一位王后 可是自古王军都是三宫六月七十二妃平 王军正能如他所说的那般 一如既往待他好吗 小九的心头有几肢虚晃 而紫西听着柳家大小姐 柳亦言说着自己同叶青梯的往事 嘴角的弧度翘起 他看着手指上鲜红的单口 眼神越发往位起来 有趣 姐姐 我觉得叶将军对您还是有情的 您看 这府中长在院子正中的那棵银杏树 还是你们小时候一道种下的 将军眼下只不过是娶了重安公主 为了两国的百姓 这才无奈冷落了姐姐 但过些十日 将军一定会顾念同姐姐的旧情 向爷爷提出来 娶你做平妻的 柳家姐妹闲话了好一会儿 这才依依不舍地走开 两人离去后 半晌 紫西才招了招手 阿妩上前问道 公主 有何吩咐 去 安排下去 让人将院子里的那颗银杏树给我拔了 倒不是吃醋和叶青蹄之气 而是紫西着实好奇 那带着幻想的一脸笃定的柳家大小姐 看到紫芬情景会是如何的景象 被保护得太好的归忠大小姐 就需要她这样的恶人来敲打敲打 眼底划过笑意 紫西打听主意 待会让人拔树的时候 她一定要离那柳家大小姐近一些 阿妩的动作很快 作为紫西的贴身侍女 她太知晓那柳家大小姐 给自家公主带来的不痛快 紫芬抓住了机会自然掐准了时间 在众位闺女往外走时 拎着家丁在院子里忙活着 好巧不巧 正值回来的叶青蹄同宋学人一道踏进院子 众人呼呼啦啦跪倒一片行李 都免礼平身吧 上前三两步 宋学人将小九扶起 她一向知道她极美 身装打扮后的她竟然让她避不开双眼 累不累 小九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不累 紫西 你这是在做什么 叶青蹄看向自家夫人 再看看背袍里一半的树根 有几分好奇 看中了一颗金柜 想移植过来 但是为我合适的地界 只能将这树挖出来 躺一躺地儿 紫西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向来就是张嘴就来 看向叶青蹄的眼神里 还多了几分挑衅 哦 叶青蹄摸了摸鼻子 哪里注意到当下的暗潮汹涌 她点了点头 不慎在意道 你做主便好 话音落 不顾一旁的芳心碎落满地 叶青蹄还对着 留在院子里 喂走女眷点了点头 便目不斜视 同宋玄人一道进了别院 小九就这样 被宋玄人当着众人的面 大咧咧地牵着手 一道往里走去 跟在其后的叶青蹄 在跨过青石的圆拱门前 遁住脚步 而后折返到紫西的身边 若是不放心 让阿武留在这边看着 你同我一道 紫西看着叶青蹄 眼底是毫不掩饰地拒绝 她去做事 还不如留在这里 看着柳家大小姐 脸红一阵轻一阵来得有趣 走吧 叶青蹄看着前方 王军和小九相牵而去的背影 再回头看看自家 显然置身室外 没有半点女主人自觉的夫人 她难得抢势 推着还想赖在原地的人儿 就往前走 什么臭毛病 紫西一边被叶青蹄 推着往里走 一边心底还漫漫咧咧的 她难得搞事情做恶人 居然看戏 还不让她看全套的 不过紫西的匪复 并没有持续太久 此番宋玄人同叶青蹄 一道尽覆 为的便是在民间 找寻厨艺高超的师傅 因为小九酷爱闷食 又吃不惯御膳房大厨们的手艺 宋玄人便一直记挂心头 时时刻刻留意着 民间的厨艺高人 小九 我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好像有烤鸭的味道 咽了口口水 紫西跟在叶青蹄身后进了屋子 她使劲秀了秀鼻子又道 好像还有烤鸡 麻辣花嗝的味道 闻言 宋玄人朝紫西头去惊叉的目光 这是什么狗鼻子 居然一下就让她闻出了大半 将搁在庄下的石盒挺上来 打开盖子 顿时鲜香四溢 王军 我们今日是要在将军府用膳吗 小九目不转睛地看着宋玄人 将石盒里色香味剧情的佳肴 一一摆了出来 在赏花艳语上只吃了些点心的她 腹中瞬间唱起了空城剂 我让叶青蹄帮我在这儿王城 雾色厨子 这不今天正好有空 便想着一道试试菜 快坐下 宋玄人拉着小九一道坐下 语气温和道 今天忙了一天 累了吧 这些都是你之前和我说过的菜式 快尝尝 合不合口味 宋玄人同小九坐下 仔细看了看依旧站着的叶青蹄 碍云里数 也不好坐下 这该死的君臣之礼啊 她叹了口气 叶神却浇在了烤鸭身上 脑补着美味 还愣着做什么 青蹄 还不快些夫人坐下 宋玄人给小九铺着菜 挑眉看向站在一旁的夫妻二人 仔细 快来坐 站着做什么呢 小九拍了拍身旁的小荡 小咪咪发出邀请 这 叶青蹄一脸为难 自古君臣有别 平日李王军带她 遗属戒业 眼下她怎可再同王军同舟而袭 臣不敢 让你坐下便坐下 你没瞧见你夫人都乏了吗 青蹄 这是命令 宋玄人自然知道 叶青蹄骨子里的守旧和坚持 她不多言 静止下了命令 是 虽恪手理智 但叶青蹄抬眼偷偷瞧了一眼 神色疲惫的仔细 也不再坚持 扶着她一道在桌前坐下 在叶青蹄和紫玄人面前 宋玄人倒是丝毫不必行 除了不住地给小九布菜 伺候她用膳 更是捡起袖子 进了手之后 给小九拨起了虾 紫玄的目瞪口呆 莫不是这宋玄人也同她一样 是穿越过来的 堂堂封建社会的一国之君 怎会如此体贴 紫玄看着宋玄人 举手投足之间属拧的动作 这一看就是两人相处的常态 叶夫人一直瞧着本王做什么 将不好的瞎人 放在小九的碗碟里 宋玄人卖条丝里的擦了擦手 似乎并没觉得 自己此分作为有什么不妥 王军带小九可真好 让人羡慕极了 紫玄说的是真话 别说在这个时代 就释放在他之前的那个世界 像宋玄人这般 站在金字塔间 全是滔天的男人 可以为妻子做到这般的 也是屈指可数 叶夫人 莫不是在暗示将军 宋玄人倒是半点不在意 紫玄的话听在耳里 他看着小九因为害羞 已然羞红的耳后 心情更是畅快 他将油门大虾 往叶晶蹄跟前推了推 然后朝着叶晶蹄 挪了挪嘴 青蹄 剥虾 啊 青蹄愣愣的 看着自家王军 对他眨来眨眼睛 再看向紫玄笑眯眯的 将他面前的小碗 推到自己这边 反应慢半拍的硬道 哦 好 可是他为啥要剥虾 这个问题让一顿饭的时间 几乎断在拨下的叶晶蹄 着实有几分小不明白 晚膳后 小九没回安顾宫府 而是跟着宋玄人去了王宫 马车驶进宫门 晚上吃多了的小九 便央着宋玄人要下来 走路消食 百依百顺的宋玄人 自然不会服了小九的意 两人手拉着手 在皎洁的月宫中 漫步回了慕宁宫 洗漱库后 两人躺在床上 宋玄人自小九身后 将人牵在怀里 双腿微躯 让小九仿若 作抱在自己的怀抱里 怀中人儿的安顺 让宋玄人十分满足 他亲了亲小九的耳珠 满足道 小九 这样真好 将手搭在宋玄人 圈在自己腰际的铁壁上 睡得迷迷糊糊的小九 动了动脑袋 嘴里喃喃自语 口齿不轻道 困 别闹 低沉的笑声 自胸腔内蔓延开来 宋玄人收紧了手臂 怀用家人 也很快陷入了甜梦中 小九是被想腹的一阵脚痛 给人性的 他睁开眼 一股熟悉的暖流 自下身流出 他掀开被子 手忙脚乱就要下床 咚的一声 小九自床沿跌落 宋玄人本能地伸长手一伸 将人重新扎回怀里 惊惚未定道 怎么了 有没有摔透哪里 小九低头 看着宋玄人银色洗裤上 被自己染上的大片痕迹 当即凶愤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顺着小九的目光看过去 自己身上大片的血迹 触目惊心 他先是将小九抱过来 警察那里受伤 但看到他裤子上的 鲜红一片时 这才了然 又将又羞又急的人儿 安静怀里 大掌来当他柔软的小腹肩 呵护道 痛吗 听闻女子来魁水时 都会不舒服 但他没想到 居然会流这么多血 宋玄人十分心疼 哪里还顾得上失疑 王军 你不说小九的气吗 女儿家的魁水 一向是男子的机会 自己这般不注意 小九没想到 王军不仅不生气 还帮着他收拾 将小九打横抱起 帮在另一处干净的榻上 宋玄人低头 蹭了蹭鼻子 以待宠溺 小傻瓜 我心疼还来不及 又怎会生气 你乖乖躺好 我让人进来收拾 带你换好了衣物 再好好睡一觉 嗯 外面贴色萌萌亮 小九也准是困卷 因为对宋玄人 是全然的信任 他舒展着身体 任他给他擦拭 更换衣物 照顾小九 宋玄人万分仔细 半点也不愿 假借他人之手 但收拾完毕 宋玄人自己也换了 身衣物 吩咐下去 给小九包上 补身子的汤水 便回到床上 将睡得不安的人儿 搂进怀里 大掌探紧衣服内 温着那微凉的小腹 宋玄人听着小九 越发平稳的呼吸 心下去暗存着 迷人里 该寻哪位太医 来给他调理调理身子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